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呢 主攻哲学 音乐 太极拳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我觉得太极拳的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真的 中国现在有大概四千万人在练习太极拳 有人说太极拳这个进击性就是 就是什么用来打架或者是搏击这种 好像不是太行 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的理解呢 就是现在我只是一个皮毛 我练习太极拳其实时间不是太长 但是就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感悟而言 我觉得这种看法太过于那个 太过于片面 或者不够全面 太极拳真实的它那种所谓的内径 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 真实的呀 音乐呢 我本来是想看一些比较专业的音乐的东西 但是后来想想 还是保留着我这个乌鸟嗓子 然后这样唱音乐吧 就是说一些我自己对音乐的体验就好了 做得太专业 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好像也 然后喜欢篮球 旅游 艺术 跳舞 音乐 从这次课开始 我将讲20到30次 关于自己的哲学体系 当然这只是一个雏形 就像Linux的内核一样 希望和各位有志的小伙伴 一起完成开发一套开源的哲学体系 就是我把我的二三十次课 然后讲完以后 然后我基本上 我这个哲学体系的雏形就告诉大家了 然后大家觉得 如果觉得有道理 或者是说 好像有可以作为一套哲学体系 这样扩展开来 你们可以在我哲学体面 加一些东西 然后加我QQ 跟我探讨一下 这个我觉得 这样教我 这样教我 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整个系列 我非常欢迎 好 我们开始 今天就搞定两个问题就好了 第一个是 我的哲学体系 基于的两个角色 哪两个角色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人类的个体与个体之间 存在认知交集 什么意思 就是认知的普遍性 普遍性是什么一种意思 比如说 在街上两个男的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 哥们你早打是吧 另外一个人说 来吧我怕你啊 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你说这两个人不懂得交流 然后打起来了 不是 我理解刚好错了 这是两个人懂得交流 他们有就认知的交集 然后打起来了 为什么 大家都 对方都懂得了双方的意图 就是有一种挑剑的意味 对不对 觉得我好像不服你啊 或者是我看你不顺眼 等等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意味在里面 所以他们打起来了 这是一种认知的交集 这是一种普遍性 且在交集范围内 在一定程度上 个体与个体可以相互沟通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种普遍性 一种沟通可以沟通性 你小明看见 桌子上有一个苹果 他跟小张说 他说这个桌子上 这个苹果很好看 应该卖的比较贵吧 小张说 是的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品种 是红富士的苹果 怎么样的 这就是一种 可以相互沟通的一种表现 对不对 这是一种假设 那你说谷老师 这个还用假设 这个好像我们天经地义的 就是可以交的沟通 其实不然 不然 哲学其实有很多 不仅是过去 当然在过去比较多一点 更多一点 有很多流派 它一直纠结于一个事情 就是人到底能不能相互沟通 人到底能不能相互理解 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 到现在也没一个定论 你说能够沟通 它可以举出很多反例 所以说来说明不能沟通 等等一系列 在这个地方 我做了个角色 就像康德关于鲜艳 或者关于感性理性 这样的一些概念的假设一样的 我还是坚持的一种观念 就是这样的 不管你做的哲学体系是怎么样的 它从本质上讲 都是一种假设 它都是做了一个假设 假设 这个假设如果能够带领我们前进 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假设 换而言之 你的哲学体系就是一套好的哲学体系 大家有明白我意思没有 好 我们接着讲了 第二个 由直观可以得出 人类的主观意识有一个起点 且具有拓展性和连续性 什么意思呢 你记得你一岁时候发生的事情没有 你说记不得 三岁呢 你说差不多能够记得 零岁呢 回到就是刚刚出生的时候 人说肯定不记得 那谁记得的 这个就奇怪了 就一点 所以人类的主观意识有一个起点 且具有拓展性和连续性 且具有拓展性和连续性 拓展性和连续性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你18岁之前 你在一个县城里面长大的 你没有出去过 你什么对外面的世界 基本上算一无所知 但是到19岁 你考上大学了 你去了北京 或者去了一个省会城市 你长了很多见识 你发现了这个高楼大厦 或者是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好像和我们县城里面 有一些不一样 这就是一种拓展性和连续性 连续性是什么意思 就是虽然说有些不同 但是和原来好像 它保持在一种连续 对不对 楼还是用钢筋水 混凝土给做成的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可能北京的楼 比较高一些 北京楼比较高一些 密集度比较高一些 等等一系列 但是它和你的小县城里面的 那个楼房 它的材质等等一系列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一种拓展性和连续性 所以由第一点和第二点 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客观的存在 你说胡老师 为什么就可以得出客观存在 你这样想好了 当你和比你连长的人 交流一些你出生之前的 事情和事物 就是主观意识 存在之前的事情和事物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了 主观意识有一个起点 在这个起点存在之前的 一些事情和事物 比如说你是80后或者90后 你和一个60后的人交流 就60后的人告诉你 文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 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 你觉得非常的新鲜 非常怎么样的 但是这个是在你出生之前 发生的 对不对 这个是在你主观意识 存在之前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呢 那只能证明就是 这个客观 你间接地证明了客观的存在 有明白这个意思了没有 则证明了 不存在于主观意识的客观的存在 反应三秒钟 你应该可以想明白的 这个不是太难 存在于主观意识之前的事物 或者事情 证明了不存在于主观意识的客观的存在 有道理吧 你说好像有道理 好 我们接着看 人类世界 人类内心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 我们现在做两个定义 第一个是关于内心的世界的定义 定义为感性杂多的沉淀 感性及康德学说中的感性 意思为通过我们被对象自己的方式 来接受观念的能力 这是什么一种意思呢 人类的内心世界 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有人说是一种内在的 可能包含思维啊 等等一系列的 包含一种内心的结构啊 等等一系列的 那这种这个内心世界是如何存在的 或者如何得来的呢 在我的这个地方 我是这样认为的 是你的感性杂多的一种沉淀 感性杂多什么意思 康德这个地方表述的非常明白 就是一种对外界的意思 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 来接受观念的能力 比如说你看见一个苹果 这是一种感性杂多 然后你意识到了它 然后你通过你的知性 对它进行认识 对感性杂多进行一个综合 就是一个知性 然后你再通过理性的一个判断 苹果是一种植物的果子 是一种植物的果实 等等一系列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 来接受观念的能力 这是一种感性 这是一种感性 被对象刺激 然后来接受观念 这是一种感性 那么感性杂多 就是今天看到一个苹果 明天看到一个梨 今天经历了一个事情 就是小明和小张 在谈恋爱 明天你又发现了 小李这个人 非常擅长于数学 后天你又发现了 小王这个人 好像特别打乒乓 特别厉害 等等一系列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感性杂多的沉淀 不断地在你内心中沉淀 在内心中沉淀 沉淀沉淀以后 它形成了一套世界 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包含了很多 感性杂多的东西 以及一种 以一种有蓄意的方式 以一种有结构的方式 存在的 这种感性杂多 就我在 在我的定义里面 就是内心世界的定义 大家有明白 这个意思没有 好 我们接着看 那么真实的世界 定义是什么 客观的存在的世界 因为刚才我们很简单 我们证实 证明了客观的存在 那么真实的世界 就是客观的存在的世界 很好理解 对不对 我的哲学体系的 主旨就在于 论述人类内心的世界 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 就把这个问题给讲透 这个问题讲透了 有一个什么 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结论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收获 第一个 比如说 说明人类的这个存在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就人类是否是真实的 存在于这个世界的 它又是如何去影响 这个世界的 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后来的时候 我会讲到的 还有一个东西 我就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得说明一下 刚才我们谈到了 内心世界 对不对 内心世界和人类的意识 是否有一些联系 你说好像应该有一些联系 应该有一些联系 好 我们就接着看这个东西 人类意识是一种先天产物 还是后天形成的 在康德这个地方 好像他认为是一种先天的产物 在康德这个地方 他认为是一种先天的产物 鲜艳 鲜艳一种范畴 鲜艳 一种意识 当然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假设 因为我没有相应的一些实验设备 或者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 我做了个假设 如果人类意识是后天的产物 就是后来才慢慢形成的 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 因而没有实践的概念 因为他没有意识 他意识不到这个概念 没有实践的概念 对不对 你说好像有道理 有道理 如果是哪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 可能这个领域的朋友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 我认为我的假设是 我认为 人类意识应该是一种后天的产物 我和康德这个看法有一点不同 我认为人类意识应该是一种后天的产物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因而没有实践的概念 没有实践的概念 今天的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怎么说这套体系 虽然我感觉我这套体系写出来 就是好像看了人 有些人说不是太看得懂 但是如果是离开了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听 我相信很多人 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应该能够懂得起 没什么太难的 好 今天我的课就到此结束 就讲了一个是我的哲学体系基于的两个角色 第二个就是引出了一个谦虚 就是内心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是如何定义的 而且我知道哲学体系到底要干什么 论述人类内内心的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 好 我的QQ是13184359 如果有想好我探讨学术方面 音乐方面 生活方面 旅游方面的朋友 尽请与我联系 好 谢谢各位 再见